人打開不會握拳 投客人手中接過千元大鈔 但女員工卻不是放進收銀台 而是一折再折 塞進上層甲隔 手法超熟練 還會確認是不是假鈔 花不到三秒鐘 折好藏起來 但他不只偷鈔票 連銅板都能握在手心 照先後趁沒人注意 再塞到甲層 料多未美 遭切的這家豆花店 在寧夏夜市評價相當好 沒想到女員工竟堅守自盜 這家看了監視器氣急敗壞 夫人一個月間 偷了四千四百五十元 被依業務侵占罪判六個月 工作了十五年的老員工 事後也坦承偷竊 還到派出所自首 事後更和老闆寫和解書 圖更簽下六百萬本票 常年累月的 以他我們看監視器裡面 他每天偷的 我給他平均大概兩三千塊 店出都快輸不出來 你知道嗎 我媽媽他被老闆就是 鐵門拉下來之後 在裡面撕了 那他一個人的情況之下 他很害怕 所以依照老闆的指示跟要求 就是簽下了那六百萬的 那個本票 執行的速度還蠻快 大概半個多月的時間 就申請那個本票裁定 何解書寫到利用工作之便 竊取每日兩到四千 這錢不是小數目 富人兒子心疼母親 表示他犯了錯 一度想親身 反控動畫店恐嚇取財六百萬 但最後不起訴 店家截取多天監視器 認為富人長期偷竊 手法純熟 因此才會提告 至於簽下的本票 有沒有效力 只能等裁決結果 三次主要王佳恆 台北報導